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本期的退党洪流 我是孟竹 蔚蓝云天穷仓之下 呼唤正义与良知在行动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打倒中共恶魔&CCP 环美游行车队 展开了他们第四季的活动 此次车游巡游美国20个州 圆满完成美国本土48州游行 这是威士的善行 乱士的壮举 无论是美丽的伊犁湖 还是安静的密歇根首府蓝芯市 亦或是风景如画的威斯康辛州 密尔沃基市 以及天际县赛过曼哈顿的 现代化都市芝加哥 再到明州的方方整整的 明尼阿波利斯市 一路向西 又穿越了北南达科他州 怀俄明和蒙大拿州 一直到最西部大城市西雅图 车队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车顶&CCP的标语牌 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得到了美国民众的热烈响应 赞许 支持的声音不绝于耳 人们清楚地知道 中共是这个世界上 剥夺人权的最大肇事者 不仅对中国人 对整个世界都是威胁 打倒中共恶魔 是所有向往自由人的共同心愿 民众在觉醒 越来越多的人 联署了&CCP倡议 更有越来越多的人 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如今三退人数 已经突破四以大关 引发广泛关注 凸显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各派 高度一致反共 这无疑是敲响了中共灭亡的丧钟 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 请赶紧加入解体中共的洪流中来 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本期退党红市 从7月23日到8月13日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打倒中共恶魔 &CCP环美游行车队 再次展开了一场横跨美国之旅 这次车游队伍由15辆车50人组成 历时22天 途经美加边境 以及中西部的20个州 行程约8000英里 横跨4个时区 通过第四季的车游 完成了对美国本土 48周的巡游 也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的邪恶 以及中共对全世界的渗透 和造成的危害 车队沿途传播真相 启迪人心 不断引发共鸣 收获无数点赞 很多司机 民众 游客 向车队鸣笛 挥手 束大拇指 拍照录像 夸赞 表达支持 签署&CCP倡议 与车队合照 在俄亥俄州境内的克里夫兰 美丽的伊利湖湖边公园 一个来提足球的克里夫兰 医院儿童心理辅导老师 卡林·阿加布对记者说 他一看到车队的NCCP标语 就想到了很多中共的罪恶 特别是对于维吾尔族等人的迫害 数百万人死亡 我也听说过活摘器官 看起来中共喜欢绝对的权利 这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当然支持这个NCCP运动 美国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 我们只是不喜欢共产党政权 一个叫杰伊的女孩 看到车队毫不犹豫地签了名 她说 我就是不同意中共这么对待人民 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她的朋友也签了名 说 因为我看到了中共所干的邪恶的事情 我要立刻停止 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 一名土木工程师马尔图贝克尔 叫上其他在一起踢球的朋友们 拿着打倒中共恶魔的小册子 在草地上对着摄像机一起喊 End CCP 在密西根和伊利诺伊州 同样遇到了很多美国的爱国者 他们对车队顶棚的展板内容非常感动 不少人主动过来询问签名 合影留念 有的久久不愿与队员分开 一位密西根巴特尔克里克的建筑承包商 威尔·布林宁托斯 在一个停车场看到车队之后 走过来签名支持 他认为End CCP 还美车油非常重要 因为要提醒美国人 如果中共在美国的势力赢了 人民的权利也会像中国人那样被拿走 布林宁斯托赞成法轮功学员 遵守的真善忍原则 在维斯康辛州 密尔沃基市 车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这位名叫杰弗逊·戴维斯的 保险投资业企业主 去年曾在佛罗里达州 见过真相车队 还在圣诞节那天 与队员一起合影 这次他特地邀请朋友一道 驱车在市中心迎接End CCP的到来 戴维斯手捧着用金框 镶起来的上次 他和环美车队队员们的合影 站在路旁等待End CCP车队 当车队抵达密尔沃基市中心时 他走上前来 与每一位队员握手问候 戴维斯说 在去年圣诞节 与法轮功许员们的End CCP相遇 还拿着大纪元报纸合影 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要保留这张照片 一直到我死那天 我与这些中国朋友 拥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那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自由 独立 自己做主 在任何事情上不受政府干预 我们今天在这里 庆祝你们逃离共产主义 逃离控制你们想什么 去哪里上学 吃什么 干什么工作 等等一切的共产主义 中共是独裁政权 它控制人 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热爱自由和独立 不需要美国政府 我们自己可以做事 这是我们今天来这里 庆祝你们 在这个美丽的国家 环游做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 与戴维斯一起来迎接真相车队的多家餐馆老板和地产商凯蒂弗雷斯特说 他是几个月前在一个关于选举公正的活动上认识戴维斯的 他认为现在是对美国至关重要时刻 弗雷斯特说 当杰弗逊·戴维斯告诉我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时 说你们在保卫自由拯救美国 因为美国是自由的最后一战 我被深深的震撼了 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多人 你们比美国人做的多得多 看到你们真是我们所代表的价值观 看到你们愿意帮助保卫我们的国家 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免遭邪恶占领 这太让我感动了 太激动人心了 在南达科他州的拉皮德城附近的著名景点 总统山拉西莫山 受到了民众此起彼伏的喇叭声点赞欢迎 还有人跟踪拍摄 或将胳膊伸出车外 一路竖拇指称赞 在总统山下 当队员们合影时 周围游人不仅拍摄鼓掌 甚至加入到队伍中 表示他们也是打倒中共恶魔的一员 队员们在总统山下合影时 几次碰到美国人加入合影 一位与队员合影的密苏里州企业主 林德尔·萨尔蒙斯说 因为我支持人权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论自由 我们应该抛弃共产主义这些东西 在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 一位名叫内森布朗的游客 在停车场看到真相车队的展板后 上前来询问缘由 听说了under-ccp的使命之后 他拿出100美元捐给under-ccp网站 并要求队员用中文录一段解说 给他的香港朋友听 当队员在大棱镜温泉附近合影时 under-ccp under-ccp 一对年轻的学生情侣加入进来 一起喊under-ccp口号 在蒙特拿州的首府海伦纳市 当地的一位基督教牧师 立即注意到under-ccp车队的牌子 主动走过来表示支持 我感谢这些人 可以先开始说 因为他们从中国 都在美国做的事 而且我们自己的美国民族 开始对共产党主义的事 离西雅图市中心不远的一处天主教教堂 也是这里的波兰文化中心 曾经逃离波兰共产主义 并在意大利成立了2.5万成员的 反共组织的西雅图波兰企业主 杰日拉德卡先生 在教堂前迎接了远道而来的under-ccp车队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同为波兰公会前成员的安德烈加兰特 以及身穿反共的波兰女子童子军装的拉德卡的女儿和太太 以及加兰特的女儿 后来教堂的牧师也加入了欢迎者中 拉德卡认为 under-ccp的西雅图一战很重要 这里支持共产主义的自由派很多 他说 你们的环美旅行很重要 让人们看到 一群来自中国的中国人在反对中共暴政 当拉德卡听说 当天是4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之后 他赞叹 太了不起了 原波兰公会成员安德烈·加兰特 于1981年曾经被波兰共产党关进监狱 说起往事 这位热爱自由的老人躺下着热泪 我听说你们的消息 我就赶过来表示对你们的支持 他说 你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们在这里反共相对容易一些 不会被关进监狱 你们是为那些在中国不能发声的人而做 祝你们好运 9月5日是美国的劳工节 5天后就是华人的中秋节 为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法拉盛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中秋晚宴 邀请各界名流共同庆祝四亿中华儿女推出中国共产党所有附属组织 简称三退 来自纽约的跨国机构 名流国际成员亿万富豪 联合国代表 两党代表 媒体界代表 影视界明星 企业界人士及全球退党义工 近500人出席了晚宴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5万万人的中国人 被离联络的联络 联络的联络 是一个长远的旅程 是通过努力的 努力 业努力 天后的夜 为中国的勞统员 在中国和外国的勞统员 在中國面臨,他們遭遇了大責任 為生命危險和責任 達到這個大數目的數目 我要特別感謝大紀元時報 新唐人電視台發表《九評共產黨》 他開啟了退黨大潮、退黨精神覺醒運動 還要感謝希望之深看中國 以及所有的支持退黨大潮 和積極參與退黨大潮的正義人士們 9月5日,參加慶四億中國人 退出中共中秋晚宴的 還有美國共和黨要針、共和黨主要資助針 億萬富豪、投資資金總裁、國際政治活動家 費雷德里克·紐卡布先生 及夫人塞西利亞·克勞利 紐卡布說 他對在座的退黨義工 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一切表示尊敬 義工們讓他感受到一種來自神的溫暖 正如克勞利所說 當你真正感受到你所遇到的人的光芒時 那種溫暖的感覺會從我們的脊背傳來 他稱之為感受到神而起的雞皮疙瘩 紐卡布說 這是很自然的 因為我們來自同一個地方 有著相似的歷史 這讓我們感到溫暖 紐卡布通過對家族移民歷史的追溯 談到了美國將國初期自由對壓迫的反抗 並指出 在這一點上 他們同退黨運動中的中國人之間 有著非常深的聯繫 他表示 上述至歷限時期 美國的歷史上 給予世界最重要的禮物 即為自由 讓世界對自由張開懷抱 而中國久遠的歷史造就的文明 一直給世界以指引並帶來穩定 這一切在今天 通過你們 來向我們共同面對的壓迫 發起挑戰 克勞利說 有四億中國人退出中共 是一項壯舉 正是因為在座人們的勇氣 才成就了這件事情 謝謝你們 克勞利經常在舞台或者集會上唱歌 他最喜歡的一首歌 叫做《站在天使一邊》 他覺得這首歌 放在今天的晚宴上非常合適 他把退黨義工 比喻成站在天使一邊的神的使者 自由的使者 有些人的作用 像落入池塘的鵝卵石 會讓池塘產生涟漪 但是你們不是鵝卵石 你們是巨浪 為整個海洋帶來波然 你們的作用從這裡傳到中國大陸 同時也讓更多人加入進來 你們在這裡的成功 自由和幸福 會讓更多人追隨你們 三腿大潮得到了美國兩黨的支持 民主黨資深律師羅伯特朗 也出席了晚宴 慶祝四億人退出中共 他首先祝賀美籍華人 對美國生活做出的巨大貢獻 並表示自己一直希望中國人民 能夠獲得自由和繁榮 朗回憶起對共產黨的認識 是來源於他一直崇拜的 約翰·肯尼迪總統 他在發言中提到 肯尼迪將共產黨的威脅 稱為一個有力的敵人 一直在持續不斷地試圖 通過顛覆和陰謀統治世界 並指出 西方必須通過 對共產主義的鬥爭和抵制 保持與共產黨國家的力量平衡 在2004年 一篇文書被寫 《九個評論》 《九個評論》 對共產黨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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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ely 提到共產黨內 中国共产党 以前的人们 都抗争对共产党 他们的精神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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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世界上不单 你们在这世界上带来 你们在这世界上带来的自由的人 所以你们是强烈的 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在NBC和CBS多档节目中 担任主持的好莱坞美妆专家 艾美奖评委之一 社会活动家和作家 也是民主党重要代表人物 杰奎林、菲利普斯 也光临了中秋晚宴 他祝贺四亿唤醒他人的退党勇士们 有四亿人挣脱生命的枷锁 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走在真相中 拥抱他们独特的神圣使命 这才刚刚开始 变革的浪潮就在这里 我在当中看到了勇气、力量、善良 以及对他人、家庭、朋友的爱 更看到了人性 朋友 但最主要是人物 你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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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改变世界的世界 在真正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和成为合作者 在这 在分享 最重要的原因 在我们的时间 救人物 所以当我站在这里 我希望你们 你们知道 如何勇气 你的努力 你的努力 是 他们是 inspirational 更多 than words 可以再解释 你 我拜计 你 继续 继续 你的努力 你 的大疼 你的努力 是 你的努力 是 你的努力 是 400 000 人 用了 他们的努力 为了 你 你 不只是 我们 希望 这些人 给我们 全球的希望 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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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世界 所以我们 可以 进入 一世界 充分 兴趣 和 爱 菲利普斯 热切的希望 退了党的勇士们 去激励他人 摆脱 中共的枷锁 拥抱他们神圣的使命 退党 是中国的希望 是自由 公正 和人权的希望 推特创始人 杰克多西 发帖说 And the CCP 8月6日 推特创始人 前首席执行官 杰克多西 推转了有关北京严库 清零的采访视频 然后发帖说 And the CCP 第二天 他的帖子得到至少9千多次转发 4万7千人点赞 还有几千条评论 推特创始人 前首席执行官 杰克多西 转推的是CNN 驻北京记者 王施林 制作的视频 王施林通过视频 记录了北京清零防疫政策 高压下的现状 2000万人被划地围牢 所有的公共活动都停止 本质上是一座鬼城 该视频描述了 在中共病途疫情下 中国的健康码可以规定 每个人可以去哪儿 以及是否需要进行隔离 中共当局更可以借此追踪人民的行动 即便病途消失后 这种监视行动仍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令人担忧 根据CNN的计算 中共把大量资源 投入到监视严酷的封锁和大规模测试中 仅在北京进行一天的大规模测试 就花费了至少1000万美元 多西转推只有三个单词 结束中国共产党 福布斯的研究学者 简曼春黄给多西回帖说 这种自上而下推动的清零新战略 已成为中共的一场意识形态战争 向西方展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其他官员正试图通过发明 如动态清零等新词来绕过这一点 但清零只有在领导人点头的情况下才会结束 多西对此用一个悲哀的表情符号回复 前加拿大移民部长亚历山大 和美国学者张家敦都转发推文 并指出要尽快加速结束中国共产党 张家敦写道 死于COVID-19的103.4万美国人 以及每年死于芬泰尼的约10万美国人 中共政权对这些逝去的生命有直接责任 中共还要杀多少人 我们才会决定结束他的谋杀统治 他呼吁把人类从暴政中解救出来 结束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共暴政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周峰索 以及流亡英国的香港前议员罗冠聪 都转发多西推文 罗冠聪以首饰符号表示 一起结束中国共产党没有问题 周峰索指出 值得跟进这股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趋势 研究公司战略风险创办人兼执行长石宇认为 多西发了一条具有纪念意义的推文 这是几十年来美国主要公司执行长 对中共的最严厉批评 而且只用了三个字 今年75岁的杨丽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的癌症就不翼而飞 身心受益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 中国大陆的同胞能够尽快的了解真相 认清中共的邪恶三退保平安 几年来他一直通过电话平台 退党热线向民众传播真实的资讯 同时他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来和大家分享 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 我叫颜丽 今年75岁 1995年11月份在中国大陆得法轮功修炼 2011年来到美国九金山地区 因为我是一个癌症患者 在医生宣布我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期的时候 都不给我治了 在那个情况下我修炼法轮功的 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渐渐的好了 所以我是一个受益者 我非常希望帮我的受益的过程 告诉中国同胞 告诉世界人民 让他们相信法轮功真好 2013年年底 就是有同学告诉我嘛 就说退党热线电话需要人做义工 我就参加了 这个热线电话呢 因为是从酒瓶发表以来 过得好多人看到酒瓶以后 想退党想脱离这个党 就不知道在哪儿退 所以就设立了一个退党热线电话 此归来想三退的同胞们 能够在这个地方叙述他们的心声 退掉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 脱离中国共产党 是为了救他们 所以这个热线的话 老百姓是喜爱的 但共产党恨得要命 明白真相的中国大陆同胞 他们确确实实看到共产党的邪和本质 想退出来 还有呢 一部分人就是很困惑 不能理解这个为什么要上退 觉得你法轮功是好 但是你法轮功为什么要参与政治 所以将于这些人 我知道他们是还没有分清楚 他们受共产党的宣传影响很深 所以有时候就是分不明白是非去之 搞不清楚什么是政治 其实搞政治就是共产党 他要你搞政治的时候 比如共产党大革命 毛泽东他宣传搞共产大革命 但是人不愿意参加 他说你参加 你不就不关心政治 你就是黑班 你就是走悲转道路的 还要批判你 他要你关心政治 但是现在呢 人们真正来关心国家大事的时候 来看看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时候 他又害怕人家识破了 他那个邪和的本质 所以他就不要人家关心政治 你法轮功 说你老百姓退党的话呢 他又说你搞政治 其实我们不是搞政治 我们是受到他的迫害以后 对吧 他无端的迫害我们 而且手段那么残忍 我们揭露他的迫害有什么错呢 我们揭露他的迫害是要制止他迫害 要他不要行凶 不要再造业 不要再做坏事了 他不能理解说我们搞政治 所以好多人也就受到迷惑了 让我们搞政治 搞政治是要有诉求的呀 是要想多权的呀 是要掌权的呀 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啊 我们根本又不想要这些东西啊 怎么能说是我们搞政治呢 我们只是把他做的坏事揭露起来 让所有的同胞们都认清他的邪恶本质 远离他 不要听他逼迫 甚至听他摆布 所以那一天就有一个人打电话来就问我 你们怎么这么不简离 我们怎么不简离了 你们为什么要参与政治 为什么要我们退坛 我说我们不是希望你退坛 我们是劝你退坛 要是你自己要 你要认清他的邪恶本质以后 你要退出来 是你自己给自己选择的一个好的未来 不跟他们同流后污了 你干净了 你脱离了一种流氓集团了 是这个事情 不是我们要的做什么 我看过共产兰宣言的 共产兰宣言的第一句话就写着 一个黑色的幽灵 在欧洲上空第一选着 那就说明这个黑色的幽灵 就是共产兰的一个精髓 就是他们 而且马克思普自己本人 他是新的一个撒旦教的 撒旦是什么 撒旦在圣经中就是魔鬼 他既然承认自己是个魔鬼 又是黑色的幽灵 那共产兰不就是幽灵吗 他本身就是个邪教 你看共产兰把这个 从德国的幽灵引到了中国来了 而且还学习了俄国的那种 专制暴力统治的东西 所以把中国老百姓害得多苦 从他执政以来 历次运动害死了多少人 我就讲这个东西来听 我问你好好想想吧 想想你要是兰员 桃圆你赶快退出来 真的不要跟他们为伍了 为伍到了时候 他们的罪过就有你们的一份 因为你们是他的一份子 共产兰也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的 这一个个的小分子走成的 你退出来他就没有了 他就自然就垮了 他说好你让我想想 我早退早好 他说一句 我知道怎么做了 还有一个是湖南的 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你是干什么 我是公安局的警官 你见过神佛 你见过吗 我说我要说我看到我知道 你可能也说我瞎说 我现在跟你说一个真实情况 你自己去看一看好不好 他说什么 我说你到那个 那个贵州省平潭县展布厢 去看看那个 中国共产党玩 那个藏字石好不好 那个藏字石是 02年吧 平潭县展布厢的那个厢里面 为了开发旅游资源 就发现了这么一块石头 他们当时看得很吃惊 就上报给中央 中央多次派科学团体 什么是科院啊 中科院啊 一些地理学家啊那些人 专家所成的团 几次到这实地考察 考察出来的结论呢 是这个形成这个 石头要两亿七千万年 这种地貌概观 不是人能所为的 而且说明是天然而成 两亿七千万年前 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词都没有 当时怎么就知道有共产党呢 这是天意 天灭中共就是天意 石头上都写字了 管这个话 你信不信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自己回家 最好你去长布厢 去看一看那块石头 你就会明白 也劝你好好地思考思考 我们讲真相呢 全三退啊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因为共产党不断地 给这个国内的人洗脑洗脑 完全那个思维模式 就跟着共产党的那个宣传 去思考问题 去想问题了 所以它都辨别不了是非了 共产党的封锁啊 就是网络封锁 对国内的同胞们 确实是非常有害 让他们同胞们不能够 真正地了解真相 知道真相 他们从压根的 受共产党的无神的影响 就不相信有神存在 其实神是存在的 但是他们就不相信 不相信他们就没有信法约束了 没有信法约束 他们什么坏事都可以做 都敢做 所以我就觉得太口碑了 这些人 而且到那时候真要天灭中共的时候 他们跟他一起灭亡的时候 有些人说实话 真冤啊 但是他们冤的话怎么样 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个东西 他就是国内的说的就是对的 我觉得现在最悲善的 最苦的还是中国人 希望你们好好地思误一下 思考一下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从它窃取政权以来吧 从49年到现在 所经历的所有的运动 以及他们党内的斗争 终于说明他们是个什么东西了 请你们清醒地认识这个 远离中共退出党团队 对你们自己的生命负点责任 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因此的希望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在2020年6月份发起 打倒中共恶魔网络征签 征签网站上提供超过29种语言版本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70万人签名响应 自2020年6月以来 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国 30多个国家的民众 在征签网站上签名 留言 发表对于共产邪恶主义清晰的认识 这些留言 是生命对中共邪党 从新认识后 要求终结中共 最彻底的声音 如此庞大的威权国家 能够在没有任何西方反对的情况下 继续实施其犯罪行为 这绝对是疯了 挪威奥马尔 自2004年以来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民众 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 发表三退声明 声明退出中共以及其附属 共青团、少先队组织 如今在天灭中共的红势引领下 全世界全面清理 共产邪恶主义毒素的洪流中 各国纷纷联手、反击、追责、围剿 解体中共的大潮中 人们对于共产邪恶主义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这些声明是生命 重新觉醒 重获新生后最真实的声音 退党声明精选 三退声明 我们都已明白真相 直到中共作恶太多必遭天谴 我们作为有良知的人 都不愿与邪恶为伍 所以自愿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 做拥有美好未来的人 顺口说一首打油诗 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社会主义是个框 什么都往里面装 人大举手 政协放手 衙门口往里瞅 里面尽是贪污犯 平原自愿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李宝荣 周顺自愿退出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 张明自愿退出中共邪党的少先队组织 声明人张明等四人 2022年6月26日 中国大陆 我要退出CCP 自从我通过网络看到了墙外的世界 深刻感受到我祖祖辈辈克首的 仁义理智信被邪恶的共产党毁灭殆尽 善良淳朴的国人被奴役 被欺骗 被迫害 邪恶的政府掌控了这个文明古国的一切资源 他们疯狂地压榨百姓 无视人权 肆意扼杀生命 我郑重声明退出共产党 为华夏民众的觉醒而发声 声明人华醒 2022年8月15日 北京 退出共产党 共青团和少先队 我是从海后部队的今年81岁上校级别 通过我的切身经历 深刻认识到了中共的腐败 特别是部队的腐败和中共高层的腐败 穷奢极欲 买观欲绝 说一套做一套造成现在社会风际的败坏 我深刻认识到中共对我国人民的欺骗 剥削和迫害 在大法弟子的帮助下 我认识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我自愿退出共产党 共青团和少先队 声明人 袁吉安 2022年9月15日 自2004年11月 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 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发表声明 推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每天都在持续上升 编辑中国大陆以及华人世界的各类职业与人群 截止到9月29日已达4亿0266万6470人 下面请看退党数据解析 退党数据解析 自2004年11月 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 即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良知觉醒运动 三退大潮 在波兰壮阔的三退大潮中 总人数突破1亿大关用了6年8个月 突破2亿大关用了3年8个月 突破3亿大关只用了35个月 不足3年 突破4亿大关用了4年4个月 截至目前记者发稿时 三退总计人数为4亿266万6470人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期的退党洪流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支持和收看 如果您想联系我们 或者想发表自己的回馈和意见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请寄电子邮件给我们 邮箱地址 TDHL0808 Gmail.com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